这期影片会展示给你 如果用手机去上传YouTube影片 并且做好完整设置 另外如果你使用手机去上传YouTube影片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影片的画质降低了 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 因为会告诉你如果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Greyson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training哦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最为把YouTube影片的上传步骤 整理成了影片上传清单 你会告诉你每一个关键步骤它的操作还有作用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那么首先需要打开YouTube App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这个中间的加号 在这边有几个选项 影片 Shorts 直播 还有贴文 那因为我们是上传YouTube影片 我们就选了影片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预览一下这部影片 有个选项是让你剪辑成Shorts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上传YouTube长片 就可以选了下一步 那这边最上面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标志 去更改YouTube影片的说图 那现在我就更改了说图了 然后需要在底下去加入标题 在底下你需要新增说明 你看这边就加入一些包涵影片关键字的 影片的自然描述 去增加影片的曝光度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选择浏览权限 这边你可以选择公开 频道会员专属 不公开或者私人 那我希望大家在上传影片的过程中 还是选择不公开或者私人的 这样你会有时间去让YouTube来处理影片 同时你也有时间去修改你删权影片时候 所添加的信息 又或者是你可以在底下选择安排时间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日期 然后选那个时间 你还可以选择社会首播 或者是从会员专属转换为公开 在底下有个观众选项 可以让你选择这部影片是否是为儿童专属打造的 如果说你影片的针对观众是儿童就要构选式 如果你影片内容没有明显是为儿童打造的 那么就勾选讽 那底下呢会有能力限制 如果说你影片里面包含成的内容 必须是要18岁以上的观众才能观看的 你就需要勾选式 否则的话你就可以勾选讽 那底下呢还要地点选项 这边呢你可以搜寻地点然后去添加 这个呢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选择是否要添加地点 接下来呢就是播放清单了 那这边呢会展示给你你之前已经创建好的播放清单 然后呢变造内容的选项 如果说你影片里面有包含以下的描述 比如说呈现真实人物的言论与动作 但其实并非是本人所为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用AI创作出一个名人的形象 然后用他的口音来说一句话 但是这并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图 真实的话语 那么就勾选这是变造内容 你需要让观众知道这不是他真实的言论 第二个就是实际事件与地点的影片片段经过加工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AI的技术去创造出了一个事件 但这事件并没有真实的发生 你就需要让观众知道这是变造内容 还有就是出现看似真实但是从未发生的场景 比如说你用AI的技术去做出了一个UFO出现的场景 但是这不是真的 你就需要让观众知道这是你用AI去做出来的变造内容 那么观众就不会相信了 如果你的内容都不符合这三个选项 你就选fuck 然后底下是shorts重混 你可以允许他人去使用这部影片的内容去做成shorts 你可以允许他们去重混影片和音讯 或者是仅允许重回音讯 又或者是不允许重混 那这个重混的内容呢 它是会标注原创作者的 我更认为这功能反而是能够帮助你去推广影片内容的 然后就是新增付费宣传标签 那如果说你的影片里面有含有付费的宣传内容 比如说有商家来找你进行付费的推广 或者是你建了业配 那我就需要勾选系 但是勾选这个选项并不代表着 YouTube会降低你影片的推荐度 这只是为了让观众知道 这部影片里面含有付费宣传内容 在底下就是留言选项 那你可以启用留言 那这里我建议大家都启用你的评论区 这样观众呢是能够去留下他们评论 重新增加你影片的互动率的 那你可以进行留言的管理 我个人会选择严格 这样就能够更严密的去拦截 以示含有不但内容的留言 在底下呢就可以选上上传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个人中心 你可以看到你的影片里面 正在上传一部影片 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这部影片了 然后呢我可以选这三个点标志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编辑 那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输入的信息 在这边可以编辑了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选项 就是在YouTube的工作室中编辑进阶设定 这个呢是需要你下载YouTube Studio App的 那现在呢我进入到了YouTube Studio App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有更多选项 在这边呢你就可以新增标记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影片的类别 这边有类别你可以选择 这影片的类别呢 并不会影响你影片的曝光度的 你选择一个最合适你影片内容的类别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显示有多少观众喜欢这部影片 这个设置呢我也是建议大家打开的 因为观众就能够知道有多少观众喜欢这部影片 觉得这部影片有价值了 然后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授权发布 它有两种设置 标准的YouTube授权 还有创用CC姓名标示 创用CC姓名标示呢 就是你允许其他人去合法的使用的内容 他们是不会收到版权警告的 那如果说你并不想让其他人去使用的内容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标准的YouTube授权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群迁路 也就是说其他人能够把你影片的链接 去放到他们的网站部落格里面 那如果说你在用手机上传YouTube影片的时候 你发现影片的画质下降了 那接下来呢 我也推荐给你三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你要确保一下 你在观看你影片的时候 是处于最佳的画质设置的 然后呢你需要打开你的一部影片 然后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 这边呢找到画质 如果说这个画质并不是你上传影片时候的画质 你就可以选了这个画质 然后呢点击进阶 这边呢你可以调整一下去提高它的画质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呢 YouTube还在处理你在上传的影片 YouTube在处理影片的时候呢 你影片的画质是不会完全展示的 所以呢你需要有更多时间去等待 一般情况下呢 当你的影片文档它越大的时候 YouTube处理的时间也是越长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先把你的影片设成是私人或者是不公开的 在YouTube处理完之后呢 再设成公开 让所有人能够看到 那还有就是你需要设置好 YouTube App上面的上传设定 你可以打开YouTube App 然后选择个人中心 然后你选择最上角这个设定 然后这边呢有上传的影片 这边呢就有上传品质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完整画质 这样在你用手机上传影片的时候 就能够上传和你影片相同的画质了 有了这三种方案呢 就可以帮助你解决 在用手机上传YouTube影片的时候 画质降低的问题了 像你知道了 如果使用手机去上传YouTube影片 如果说你更喜欢用电脑上传YouTube影片 你可以看这一教程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选择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聊这个东西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能够还能够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